如何变才能变得合理 一句话讲完了 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 你才会变得合理 所以叫做你不变你不然变 变化是否需要径循一定的规律 变化是有调理的 不是紊乱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变到没有那个规矩 那你的变就没有人会受得了 我们讲不变就是要变 我们讲变就是要不变 我比较哥有没有这样的素颜 我不知道 所以外国人很讨厌中国人 也就是这一点 你们讲话不算数字吧 你看哪一天大老板到你这里来 你站起来 大老板一定说请坐请坐 你一坐下去他脸色就很难看 坐 你不会站啊 这中国人啊 外国人不会 外国人他说请坐请坐 你坐下去他就让你坐 中国你坐坐看 你不坐他也不高兴 你不坐 我叫你坐你不会坐啊 你什么意思吗你 那我以后还敢来吗 你慢慢去想 中国听话也来吗 不听话也来吗 照规定也来吗 不照规定也来吗 遍野死路一条 不遍野死路一条 这最有意思的 如果你没有弄清楚 金权之道 你永远是这样子 你永远搞不清楚 其实很简单啊 老板到你这里来 你无论如何再忙 你要站起来一下 这是礼貌 他说请坐请坐 你告诉他 我还有十五分钟 我就可以结束 他会判断 他说那我先跟你讲好了 或者他说好那我等你做完 他会做决定 我透露一个秘密 中文是职位高的人做决定 职位低的人没有权利做决定 为什么你每次让他不高兴 就是你做决定 我就决定要站起来 他就很气 我决定要坐下来 他更气 你决定 你要我站我就站 你要我站我就坐 他就很高兴 就差这么一点而已 我常常讲你什么时候 把中国人摸得一心二楚 你是很愉快的 天下无难事 中文国人只能职位高的人做决定 你做任何决定 他都是非常不高兴 外国人不会结束 所以为什么很多海归派回来都很吃鳖 就他跟外国人那一套 你跟中国人这一套 你试试看 外国人对你不反应 他会讲 中国人对你不反应 他不会讲 你跟他道歉 他就是算了 没有这回事 他不承认 你倒霉不倒霉 你倒霉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说中国人不好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缺点 我不认为是这样 不认为是这样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不变不变 时机到就要变 变变变 应该不变就赶快变不变 这才是一个很灵活的人 我问你 如果不变很好 你为什么要变 你没有理由要变 你一个人 发型很好的话 你为什么要变 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 搞到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你什么用 如果不变不行 那就去变了 那去变的时候 你就要想 怎么变才合理 中文是要变得合理 而不是变跟不变的问题 这句话就清楚了 不要去想变或者不变 而要想怎么样才合理 一句话讲完了 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 你才会变得合理 所以叫做以不变 以不变 以万变 现在我们讲到中国功夫就出来了 我们是有调整 我们不会突变 各位开车的朋友 我问你 高速公路是直的 那你在轮盘转来转行 你在干啥 转好玩 路那么直 你转给谁看 可是你看不转 不转车就出去 很奇怪 你就是这样这样 它就直的 你一直 它就转了 这很奇怪 所以 当你不调整的时候 你就要突变 我讲出来 你每次逼得非变不可 就是你太久没有调整了 你是自己逼自己要变 那时候你就非常危险 当你轮盘一阵子 你就大转弯的时候 那就经常要出车祸了 当你经常微调整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大转弯 你用这个道理来想 你就想通了 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是不变 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变 我们会变到好像没有变一样 就是我们很会作为调整 我想这个我要用一个案例 来让各位了解 这个代表一个人 这代表另外一个人 你仔细听这两个人的对话 你就会反男大悟 某家看到某一 经常骂他 你这个家伙讲话不算数 中国人都看人家讲话不算数 他的答案都说 我为什么不算数 我讲这样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国人很奇怪 看别人都是变来变去 看自己如果从来没有变 我哪里变 这个人就说 你还敢说没有变 那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只是调整而已 我哪里有变 从来七调整八调整 调整到最后都变光了嘛 还用变吗 我表各位有没有碰到 这样的案例我不知道 每天都有 每一个人都这样 会当主管的人 一扇认 他会讲什么话 他会讲我这个人事要调动吗 大概不会 你是自己找到没 新冠上任第一条就是说 人事造就一切安定 然后三个月之内放光光 这个了不起 一上来就说我要改革啊 第二天他一病掉脚了 很多人自己跟自己开玩笑 中国人只有最高的那个人可以讲革新 其他人千万不要去讲革新 你一讲革新 你上面那个人你要革谁 你要革我吗 一定倒霉嘛 总经理 都不太敢讲要革新 只有董事长 我没有创新 我没有革新 你总经理一讲要革新 他就问了 那你是不是表示我以前做得不好呢 你要革谁呀 各位去看好了 中文国人一定是销归潮水 一切按照前任的人 但是事实上他会整个给你改变掉 中文国人是明的造就 暗的全部改 你相不相信 否则的话 你还没有改变 你就自己被搞掉了 变化是有条理的 不是紊乱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变到没有那个规矩 那你的变就没有人会受得了 我很坦白讲 易经是什么 易经是掌握变化的道理 就叫易经 它变化一定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他会料事如神 就是因为一切的变化 它都有它的规则 如果现在最流行的鞋子是平头的 那你看看上一次流行的是什么 是尖头的 你马上知道 下一次流行的是源头的 十拿九稳 那个鞋子平头平头平头 你就卖不出去 有什么大家都平头 不明明要买新的呢 你就考虑要么尖的 要么圆的 可是尖的才流行不久 我讲这话不太好意思了 这就是变的结果 你给我一杯开水 我可以孕孕猴 他人一走了 他开始就没有了 那我就在这干渴 他就求情求变 变到最后人不见影子 我们同行竞争 我跌价对方会怎么样 也跟着我跌 对不对 我就再跌 我再跌 他再跌他就关门 我就升价 我就涨价了 有时候我用我降价 来把对方正灭掉 我再回复我价格 因为那时候没有竞争对手 有时候说他跌 我不跌 如果我跌他不跌怎么办 那很简单 我就找他销入多的地方 我到那边去跌 把他跌得很惨 我销入很少的地方 我不跌 随时可以把地人搞垮了 什么事情他有他的生活的规律 你就按他规律来 他就没有什么 你想看在这里灯关这么热 这样子弄的话 身体好也把你搞垮了 我跟你讲 我这种遭遇是最多 因为我每天跑不同的单位 我坐不同能开的车子 我对这种变的感触 我是最深的 我很坦白讲 不应该变的 你就按照常规 你就什么事都没有 该变的时候 你偶尔变一下 大家会很高兴 有新鲜感 我都是拿实力 让各位去体会 什么叫做管理 你看我每次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去坐 顶多坐过十分钟十五分钟 了不起 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 我一坐下去 他们就不知道端什么东西给我喝 等到问了半天 端来的 我已经时间到了 已经走了 经常这样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吗 都是白问的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更妙 这个人喜欢吃草莓 我就知道 事先买好草莓 洗好都放在冰仙里面 保持冰仙度 然后跟他讲了半天 人走了才想这样 然后打电话去 我跟你整背很多草莓 气势他 我们经常做这种事 我希望各位了解 现在的人越活越没有价值 是自己造的麻烦 我们以前当主管 我们年轻的时候当主管 我们很轻松 没有现在这么大压力 但是现在效果会比我们好吗 我都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我们当主管的时候 我们回到自己工作岗位 我们可以把领带拿掉 我们可以放很轻松 什么事情都不管 底下的人会管得好好的 然后上面一叫 我赶快又把预护传出来 我专门表现给上面看 我不必表现给下面看 我才活那么久啊 现在不是又要表现给上面看 又要表现给上面看 蜡烛两头烧 很快就死掉了 我们这一代的人 完全不需要表现给底下人看 完全不需要 所以蓝天的我们只坐在上面看 所以大家都说 我们拍马屁 其实错了 因为我们蜡烛只能一头烧 你怎么两头烧呢 一个当主管的人 当到那么辛苦 要在自己的部署面前 以身作则表现 那你太命苦了 因为我当主管 我每次回去 他们说 医护 他帮我把医护刮起来 领带说起来 喝杯茶 休息休息 你不要管 我们会报告你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慢慢去体会 现在的人要反省 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胡洞里面去 记住 中华文化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很悠闲 我们非常悠闲 西方的文化是很紧张的 中文悠闲他可以活五千年 你还不要 你还学那个紧张的 很快就死掉了 你很喜欢 我觉得很奇怪 像我们这种年龄都是很悠闲 根本不在乎 可我们事前也没有做坏 有什么做坏 急什么呢 我们几句话 现在人都听不懂 一个事缓则缘 一个欲数就不达 现在人都听不懂 对不对 你急什么 没什么好急的 变 它是跟常相对 有常才有变 没有常哪有变 你变到连套都乱掉了 那不叫变吗 那根本不叫变 那怎么叫变呢 变中之常就叫金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把金跟常连在一起 叫金常 金常 一个人先把金常性的业务办好 而不是专去办例外的事情 我们一定有金常性的 也有例外性的东西 我问你 你是先把金常性的工作做好 还是专门在搞那个例外性的东西 一个饭馆 他靠的是常客 而不是那个突然来的那些 意外的客人 不是 一个旅馆 他是常客在维持 而不是偶尔来一次的人在维持 你好好去想一想 公司有金常性的业务 来维持你70% 然后你30%靠那些意外来的 你可以活 如果公司金常性的收入都没有 完全看到偶然进来的 那太危险 那太危险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我们都是轻微的调整 不会出轨 我们老想变 老想变 会变到自己连活都活不了 我经常住各社各样的饭店 现在的设计师是专门在乱变 第一个 把晚上的夜灯放在天花板上面 那你晚上看到他睡不着 谁叫夜灯 我不晓得他存的是什么心 我不晓得 第二个洗澡间呢 够透明的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很喜欢晚上把那个洗澡 烦的灯亮在那里 因为我们最怕摔跤 卧房要暗 那边留个灯 那出路比较方便 结果一开灯 全个卧室都看得见 一关啊 摸黑的 就是乱变 太多乱变 水人头 这样搬也出不来 那样搬也不来 脚踢也出不来 然后不搬 他就碰了你一身 都是 我不晓得这些设计师 他干什么我不晓得 随时随地 看到我们的产品设计 根本就是乱变 变到最后卖不出去 我不相信卖得出去 一阵子就被淘汰掉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 改善比改革要快 产品的改善 不停地改善 我希望各位了解 你进步太快 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每次变一点 顾客就满意了 你急什么呢 那下次再变一点 替自己留下一些余地嘛 没有 我现在要讲一个实例 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变 什么叫做不变 公司 如果你的产品出来以后 把你的logo也变了 把你的包装也变了 对你讲是好还是不好 基本上是不好 因为你会让客户以为这是新的一家 公司 或者新的不同的东西出来 而没有一个延续性 当你要改变你的logo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留一部分 一部分先改变 然后慢慢地再去整个把它带动过来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一家公司 你不能不变 但是等于你要变的时候 你千万记住三个字 叫做延续性 它要有延续性 不要变得让人家完全不认识你 变得好像就是天外非来的东西 那对你是很不利 因为任何东西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 历史是很重要的因素 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东西 所以 持经才能够打变 就这个道理 你要变先把那几个根本的原则 先抓住 然后从旁边再去做适当的调整 注意两个字就好了 合理 中文一切一切 它就是个合理不合理 你看我们为什么讲M理论 M就是中庸 medium就是中庸 那什么叫中庸 中庸就是合理 所以我建议各位 把中庸之道 用现代话来讲 叫做合理化主义 叫合理化主义 中华民族之所以叫做中华民族 就是为一切讲究合理不合理 四个字解决了 合理就好 不管它变不变 合理就好 你朝这个方向去想 不变也要不变到合理的地步 变也要变到合理的地步 这样就清楚了 我不变 但是我很合理 我就可以不变 我开始感觉到不合理的 我一定要变 怎么变 变到合理的地步 西方人是合法就好 中文是合理才好 你慢慢去想 你看你合法合法经常挨骂 我合法拒绝这个乘客 最后就叫航空公司受不了 大家骂你黑心 没有感情 不讲人道 不讲人道还没有人讲出来 讲出来更惨 我们现在只会讲人权 我们几乎忘记了什么叫人道 这是中国人非常危险的地方 我们因为有五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想事情一层一层 已经想到最高层 美国人只有两百年 他想想想 了不起想到这里 他上面他想不到了 我们反而放弃自己来学他的 这个很奇怪 这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现在讲一句话 各位做参考 当美国人也活到五千岁的时候 很可能他的想法 跟我们完全一样 但是他能不能活五千岁 还不知道 我们一个活了五千岁的人 还跟一个两百岁的小孩子在学 科学技术可以学 思想无法学 因为他绝对不如 我们有这么深度的东西 绝对不如 美国人只知道一切照规定 中文会告诉你 一切照规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到 一切照规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看如果当官的 每次你找他 他都把公文规定拿出来 不行不行不行 你会觉得他是个好官 我都不相信 我就拿这个做例就好了 美国人就这样 美国人就把条文弄出来 不行不行不行 就不行 中文国人你只要当主管 这个不行不行 规定不行不行 大家对你有好感吗 我都不相信 我完全不相信 一切照规定 会跟你制造一大堆问题 我再说一遍 中国人最擅长就是用 一切照规定 把所有责任推出去 然后事情都不做 你好好去想一想 美国人很奇怪 美国人一切照规定 他就能做得好好的 因为他整个社会都照规定 而中文你一切照规定 人家就觉得很好笑 你到底想把事情做好 还是不想把事情做好 会不会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中文不可以不照规定 但是一定不能照规定 这外国人对这听不懂 他真的听不懂 然后就很认真问你 你们到底要不要照规定 我们就讲一句 他们更听不懂的话 看着办 本来就是看着办 该照规定 我当然照规定 不能照规定 我就无法照规定 能照规定 我活不下去 然后他 法令他就会改 很奇怪 他就会改 我们的法令永远 比实际状况慢好几拍 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改 你看在美国有一条规定 就是说 凡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创死人的人 那个车子不负责的人 为什么 你人本来就不会跟上去 中国有这条 水感电这条 我们在高速公路 创死人照样赔平 你能不能说 高速公路人不能上来 怎么上来呢 他说那个你不要管 你创死人就创死人 中国人厉害就在这里 那个你不要管 又连我都管不了 他要爬上来 我叫他不能上来 他爬上来 外国人爬上来活该 中国人爬上来 你不应该串他 他不应该爬上来 你不应该串他 完了吗 你全完了 我可以举出太多的案例 你不要相信说 我们跟美国已经一样了 你千万不要相信 中国人只要大车算小车 大车倒霉 只要汽车创脚踏车 汽车倒霉 只要车子创到人 车子倒霉 这是我们的铁律 常规 那自己创到谁 以后再说 创到那种 可以不上新闻的 那随便解决的 一创就上新闻 那完蛋了 那我也没办法 大家来吧 他是千变万化的 我跟你讲 外国人没有这么复杂 所以西方人听到一句话 他会就这句话来论断 西方人听到一句话 就把这句话拿出来 看它对或者不对 要不要听 中文不是这样 中文听到一句话 先问 谁说的 这厉害就在这里 谁说的 看谁说的再来办 完全不一样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